我挑来挑去好像能录的也只有拯救者了 其他的都上不了台面啊 OK好的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咱们来看一台拯救者的Y9000K 故障描述呢是花瓶 这边我看了一下也没有花瓶啊 拯救者电脑一般都有两种显示模式 现在应该是混合模式 咱们给它切换到独显之链来看一下 这个拯救者有点高端啊 Y9000K20款的20系列的显卡 切换到独显模式呢 果然屏幕上开始出现了花瓶 但是还能显示 我们进系统来看看 像这种花瓶的话不用想其他地方 肯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核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像这种笔记本显存一般是很难坏的 是2080S的显卡 卧槽 这是当年拯救者的最顶配了吧 难怪售后换版要一万多 这电脑当年肯定也不便宜啊 笔记本好像没有2080Ti吧 最高的就是2080S了 20系列的话 我们先来跑一跑显存测试啊 像这种情况肯定是有显存报错了 运行一下显存测试软件 看一下是哪一颗显存在报错 是B1显存啊 B1显存在报错 强的细微的报错可以忽略不计 最多的就是B1了 我们直接给它拆开来看看 里面的程式还是蛮OK的 是那种正常使用的程式 风扇上面有点机会也算正常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将以一个新手的思路去修这台电脑啊 也就是很多网友的思路 这是按照我的经验 上来直接把核心换掉再说 B1就是右下角这一颗显存了 因为这一款我也是第一次修显卡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它能不容易虚焊 我们本着虚焊的想法 先给它加热一下试试 就是把显存与核心的这一部分 先给它吹一吹 风枪呢 调个适当的温度 这个温度呢 可以让显存加热 但是又不会让气球融化 大概300到350度左右 对着吹一个半分钟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如果是虚焊的话 我想这样吹一吹应该能好 吹一下之后 我们来装起来测试一下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呢 OK好吧 还是一样 依旧是画屏的 看来吹一吹也没用啊 好 那么按照大家的思路呢 接下来咱们可以换显存了 这个主板拆下来还带两个耳朵 这两边都有两条灯条 背面呢 还有贴纸 这个电脑的设计还算是不错的 先把灯条取下 我们先来给它换一颗显存试试 之前呢 我们修拯救者 老有人问 为什么直接干核心不换显存 那都是惊艳而谈 因为换显存没用 每一款拯救者显卡通病 我们都是从新手思路开始的 就像现在这台 第一显存 我们先给它换一下 因为呢 拯救者芯片底下都带黑胶 所以呢 这个隔热一定要做好 不然的话 可能你吹这一颗显存的时候 下面那个显存就爆掉了 不是显存本身爆掉 是底下的吸球爆掉了 吸球一爆 那就肯定短路了呀 我们把这颗显存取下来看一下 没有掉点 上次有黑胶 先把黑胶给清理掉 笔记本的显存一般不容易坏啊 因为不像台式机 台式机显存坏 大部分都是摔坏了 磕到了 或者是长时间的变形啊 才容易坏显存 掉点 正常使用的话 显存是没那么容易坏的 笔记本最容易坏显存的方式是显存供电机窗 不过那样的话 核心也会坏 焊盘脱平整之后 咱们给它换上一颗新显存来试一下 也是一样 先做好隔热 再装显存 别把隔壁的给吹爆了 等绑子的温度降下来之后 咱们可以给它重新简单拼起来 再来测试一下了 先不用全部装好 因为我感觉也没戏 OK 还是一样 继续花瓶 错怪了 这颗显存了呀 不过猜的不冤 反正如果等一下要搞核心的话 这些显存也要全部拆下来的 OK 我们继续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同一个位置爆错 还是一样 B1爆错 那这个显存换的毫无价值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它的核心下手了 是换呢 还是重值呢 我们先从重值入手吧 每一款通病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加上焊台 我们准备把它的核心给取下来 温度上来之后 直接取下核心 然后呢 就是挨个猜显存了 2080S 有8颗显存 20款的拯救者 换的最多的还是2060了 可能因为2060款的卖的最多吧 R7000 Y7000 都有2060版本的 也都容易出现花瓶 哎呦 刚刚这个换过的那就不用拆了 忘了 算了 拆都拆了 8个显存全部取下来 因为不用想的 显存和核心挨得太近了 这样子加热核心的话 显存肯定会爆息 好 那么呢 现在显存核心我们都已经拆下来了 然后就是清理焊盘 重新支求了 清理焊盘呢 也都就那两周 拯救者麻烦的就是还得清理黑胶 核心还好 显存上面的黑胶清理的时候 有可能会拽掉点 这个就很烦人 掉点的话 这个显存就废了 这个黑胶也是联想的迷人所在啊 很有挑战性 板子这边呢 同样也是把焊盘清理干净 黑胶全部除掉了 运气还好 没有掉点 然后我们给芯片支求 先把上面给清理干净 这边有一个显存 刚刚脱席的时候拽掉点了 看来这个显存也就只能换了 问题不大 这个显存也不是很贵 我们先给核心支求吧 像这种的话 我推荐支求是用无签的吸球啊 用钢网摆好吸球之后 直接拿风枪加热 显卡指完球了 还得只显存呢 刚好八个 用这种支求台的话会方便一些 显存呢 一样也是只一层无签的吸球 无签的吸球看起来都要结实一点 往上面抹一层焊油 一定要抹均匀了 OK 然后可以摆吸球了 咬两下 我操完蛋 刚刚好像手抖了一下 露的缝隙有点大 导致有一部分吸球全部露下去了 完蛋 白执了 新手还在自己执 老手早就丢给土地杠了 OK 这边呢 已经全部执好了 显卡执好了 显存呢 也准备了八颗 好 汉盘也托平整了 咱们再来一次装回吧 先装核心起 那么同样是拯救者呢 我这还有另外一台 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显卡故障 这台呢 测到是C0爆错 这个有点年头了 18年的1060的显卡 这个机组很开明哦 他说你能修就修 修不了就算了 我大不了用极显 我就帮他换个显存试一下 如果换显存好了 那也就好了 如果换显存没好 那就算了 2080核心我已经装回去了 装一步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的话就继续下一步来装显存 我也测了一下 B1的这些数据线对地组织 都是有直的 说明和核心那边已经勾搭上了 核心那边焊的也是比较好低 8个显存也都全部贴回去了 看起来就跟要正常亮机的一样啊 我的心情是非常自在必得的 因为这个搞得确实有点久啊 这要是不好的话也太伤人心了吧 显存我都指了两遍 测偏看吸球 粒粒分明没有塌陷 OK我们给他冷却一下 再来测测 划分两头 这个1060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换了一个显存 它居然能跑过测试了耶 没有报错了 看起来有戏 我们给他装起来测一下 再来看一下2080这个 现在呢是核心重置了 显存也重置了 来看一下会不会 哦操 这你 我 这 你这 跑一下测试吧 我希望不要是同一个报错 要是其他的报错 那说明可能是没焊好 我去 还 还是 B1啊 还是 B1报错 哎呀 这个搞得我很难受 我不死心 我又给B1位置换了一颗显存 你说会不会有惊喜呢 我操 还是一样 我说 东边不亮 西边亮吧 1060这边又闹幼儿子了 刚刚我正跑停停圈跑着呢 回过头来又发现又重启到登录界面了 我们进系统来看看 我估计是显卡又掉了 右键已经看不到恩伟达控制面板了 设备管理器里面呢 又开始熟悉的报错代码 事实上了 看吧 换显存也就好了两个小时 跑一下测试呢 跑一下测试呢 依旧还是C0爆错 那闹了半天 还是 哎呦 这一天都在忙啥呀 都在瞎忙活 啥也不是 所以为什么当我修到这一款的时候 同样是花瓶的问题 我就直接换显卡 不重置 不换显存 直接换核心 因为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呀 最开始 两年前吧 这款电脑陆续过保 开始损坏的时候 我们也接到了蛮多的 刚开始都是换显存 重置核心 有一些能好一阵 但是最后大部分都会返修 返修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一个月我记得我重置好了八台 这款2060的 有六台 都没用过一个月就返修了 所以那一年 我都不怎么修这种问题的 要愿意修 那就加钱直接换主板 不过现在20款的主板 逐渐也快没货了 有货的话也很贵 那还是修一下吧 后面发现换核心 或许能稳定 如果换核心还不稳定的话 那就真的没招了 那就退钱就退钱吧 20款的主板 毕竟生产了就那么多 这么些年也该换没了 现在这种维修方案呢 开始流到三菱系列了 不过三菱系列的核心 好多都是坑啊 因为前两年三菱系列的笔记本 很多都拿去挖矿 然后退下来 我们拿货的话 经常买到那种有问题的核心 碰到的话 能换板还是尽量换板吧 毕竟稳定一点 这两台呢 我都不带换显存式的 直接报价换核心 因为搞的话 我们直接把芯片准备好 等一下拆开直接换 这个呢 是2060GAMB的核心 因为2060有蛮多款的 而伟达的导法一向都很精准 它分出来好多种不同类型的核心 GAMB的核心是比较容易坏的 当然也可能是用的比较多啊 像去年一整年 我们可能就换了十来台 前年的话 一年都没换到四台 但是今年 刚开始一个月不到吧 这已经换了有十多个了 恐怖吧 离谱吧 不过还好 最近半年换2060的 好像没怎么返修过 印象中好像一台都没有返修 去年上半年 还有几台重置返修的 到下半年就几乎不重置了 换了直接换 看吧 这边基本上都是2060-B的核心 大部分都是带黑胶的 大家懂我意思吧 看这是一台 另外一台 19款的拯救者 同样的也是开机花瓶 像这种呢 不用看了 肯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本来我都直接报价换显卡了 但是当我拆开一看 我发现它居然是被修过的 它的核心显存 全部都是被干过的了 像这种主板啊 它做B接的次数尽量不要太多 像这种板子 你可能焊个四五六七八次 它的盘盘会漏同 甚至有可能会变形 你再换的话 它就焊不上了 所以像这种奥修的 还是尽量不换核心比较好 像这种的话 我推荐你要么去换主板 要么就改用极限 算了 这个1660 我看了一下 实在还是很漂亮的 跟我刚刚那个2080有的一瓶 我操 我那2080怎么办啊 哎呀 报个换显卡的价格 看它还修不修吧 这边又是另外一台 1660Ti的19款拯救者 这个呢 也是花瓶 我看也是二手机 换过显存 应该是换了一段时间后 又坏了 然后就到我手里了 像这种没有动过核心 我还是愿意换显卡试试的 OK 看一下近两天修好的拯救者啊 这几个都是我们之前花瓶 换显卡的 2060的显卡 现在都能稳定运行了 设备也不爆错 因为这一款它是有混合模式 它默认是混合模式的 所以呢 相当于显卡一直在工作 像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给它 切换到混合模式用比较好 低负载的时候 也让显卡吸一些嘛 不过重值也有一些会好 像拯救者1650这一款 我有好多碰到的都是重值就好了 可能是因为那个芯片比较小 像2060的芯片它就比较大 大芯片的话一般不容易虚焊 这边另外几个是R9强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干CPU了 好的 本期视频那就随到这里了 拜拜